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晏蓉老师 那么今天是5月29号 那么晏蓉今天又来稳定军心 那么好久没看到晏蓉了 那今天来看看晏蓉 为什么要来跟大家见面 因为今天的盘 果然如同我的预期 做一个拉回的 那但是在拉回之前 当然还是一样 你跟在我的身边 我一定保护你 高档带会员朋友收割 有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也都收割了 而且 而且什么呢 三胞胎的斐城 为什么斐城叫三胞胎 因为3313 三胞胎比较要稳 给你够等整个 但是在等的过程里面 越买越多变成重压 有没有 今天已经第二天 连续长红涨停了 好那我想重点是什么 如果没有跟上这个三胞胎的 不要紧 逊周第二 目标70% 利用拉回 做一个买进 最后分享了 最后分享了 留言128加电话 或者是128加上LINEID 来跟上燕容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容老师 那么四月底五月初 燕容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行情 五月份是大行情的开始 结果涨了多少 涨了两千多点上来 那当时跟大家所做的预告 包括在赖当中所做的公开预告的 2365的昆盈 已经大涨90%上来了 还有呢在这个 说真的啦 燕容 其实做这个节目 说真的 我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来源 不在于说 我要收到多少会员 重点是说 我讲的股票 那我预告的股票 一一验证了 所以呢 哪怕你不是会员 你只是粉丝 那你只是留电话 加赖进来留电话的粉丝 我也是公开跟大家预告 观众节目 观众朋友也跟你预告 预告谁呢 5234的达星财 会员153买进的 我也当时公开预告 已经186了 这当然是高点收割了 鸿海的部分 166买 我马上告诉你 结果涨到昨天186 那我也带会员 昨天11点44分 全数试价获利出场 都卖在高点 还有呢 红准从60块 一路一路的预告 甚至其实55块 就先预告了 我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说老师不是60块 是55块 56块就预告了 到前天 昨天涨到76.9 还有5月20号 你自己去YouTube影片 验证一下 我公开分享的三胞胎 3313的斐城 今天是第二个 连续长虹涨停了 有没有 所以燕容的资讯 你没有跟上 是你最大的损失 所以今天当然包括 昆颖的部分 那么已经来到 这个九支涨停 其实复利是超过一倍了 那这边 4月22号到24号 在我的LINE当中 公开的分享 你要不要加LINE进来 你要不要留贴图进来 留贴图的好处是什么 好感恩回馈 三胞胎就是上权第二 上权第二的三胞胎 叫做3313的斐城 今天大盘 重挫200点 我的斐城已经拉出第二支涨停板了 我有没有说过 我的上权第二 我的上权第二这档股票 那么他第一时间 一旦发动 就是三个长虹涨停 今天第二个长虹涨停了 所以我要感谢老天爷 让我发明 你还一直标 注意听哦 我今天开放200个名额 这200个名额 只要你有加LINE进来 有留贴图的 我在明天早上7点钟的LINE发文当中 我们以贴图为通关密码 系统会帮你设定好 你明天早上7点钟 就会看到我提醒你 把电器做记号 就像上次我把2353的宏基电脑 电器做记号的同样 宏基电脑后面是大标的 你知道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 这前200名加LINE进来 有留贴图的 明天早上7点钟的LINE 你就会看到 谁在明天有机会开平盘附近 收盘有机会拉长虹涨停 我会让你直接看得到 只有200个名额哦 记得现在赶快加LINE进来 做一个争取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6月份跟5月份的节奏 是不一样的 5月份你随便买 你跟着很多头顾老师 不管是老手新手 随便买可能都有获利的机会 赚多赚少而已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6月份不一样哦 6月份是要拼的叫 真功夫真实力啊 6月份叫什么 补涨股的天象 补涨股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第一位接买才会赚 其实不管何时何地 我在会员买一定都第一位接的股票 你看包括今天我跟你分享的 逊州第二 目标是70% 他的节奏是什么 他的节奏就像上全 就像佳能 就像昆颖一样 第一时间买进 第一个礼拜至少 三个长虹涨停 一旦发动就如此 后面补到上全60%以上 佳能55%以上 最经典的是昆颖 连续大标七八个涨停板 连续的哦 我有没有领先预告 有 有 晏荣的做法就滴滴的 绝对不追高 追高 你本来有实力买200张 你可能只有买一张两张啊 这样要赚什么 这样根本赚不到 所以这些年来哦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在股市 有一些具体的成绩出来 因为你就没把握啊 没有把握就设飞标啊 然后每一档都买 每一档都买 然后就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 这样要赚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跟我做法不一样 我就是集中 然后重压 然后连续大标 所以你今天跟着我的 逊州第二 已经是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今天最后一天分享了 有70%空间的逊州第二 我要带你第一买 我要带你重压 我要带你像这个 昆颖一样 连续标了 九支涨停 十支涨停 像尼德哥操纵 像索罗门一样 大标十二支涨停板 我的步调就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希望 在股市当中 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 今天这个逊州第二 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 欢迎现在加赖进来 留言128加电话 或者是128加赖ID 来跟上彦荣老师的行列 好 如何来留言呢 小老鼠小A178 给他写下来 等一下去搜寻 来做一个加入 或者打开手机赖当中的 行动条码 来做一个这个 打开手机赖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留言了 记得订阅燕隆老师的影片哦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 那大盘的部分 今天空头真的下了马威了 下这个马威了 其实我现在才告诉你吗 我前面在这个地方 我就开始告诉你的 从这里就开始讲 我说这个地方 A指标数据拉到前高附近 那我在昨天更进一步告诉你 我说分线的RSI 在昨天创新低了 两天内卖压会加重 昨天节目就讲了 广播节目也讲 昨天我在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是非凡商业台 特约解盘的分析师 11点25分到11点40分 我昨天就讲了 那我在昨天我们 这个四点钟的广播节目 那以及我们这个 五点钟播出的这个YouTube影片当中 我都直接告诉你 分线的RSI创新低了 两天内卖压会加重 有没有加重 那你就自己看嘛 今天是不是跌了200点 今天有没有跌200点 今天跌200点的 有没有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概念 那你也可以来学习 这个船市船家的宝典 那么透过跟单的过程里面 当然现在在目前这个现象 你也看到了嘛 好那整个指标值有一个跌破前低嘛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就是在整个位阶上 整个位阶上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概念 好在这个地方 整个主力成本线已经翻黑了 主力成本线翻黑 第一天竟然就跌了195点 过去翻黑的时候是小红小黑 他竟然在今天翻黑的过程 第一天翻黑就已经跌掉195点了 所以这里还非常的小心谨慎 通常在第二天第三天 他沙盘的幅度会更大 但是现在有个转环的空间在哪里 转环的空间就在于这一个 今天是收在多少 今天收在再看一次 今天收在21662 21662 如果明天在21700到21750不能够拉出中长红K线的话 明天礼拜四 后天礼拜五 这个礼拜这个日子你会不太好过 假日你会不好过 21700的21750如果不站上去 我点到为止了 也不要说我在吓你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包括我今天盘中我在非凡解盘 我就说你的持股比率比较重的 其实我非凡是在11点40分解盘 那11点40分的时候在哪里呢 11点40分的时候 约莫是在这个地方 当时已经跌120几点了 我大概是11点20几分进现场 那还没有真正收盘前是跌到将近200点 那市场这些 只要你是在我的粉丝团当中 或者说你有加赖进来 或者说你直接是我的会员的 都会领先的知道 好不好 所以我最近怎么做的 我最近就是你看达兴才 我前两天出我就告诉你了 我说我185出 他186穿价 有没有 那昨天11点44分 红海在185.5的时候 我就说现在在185.5 那红海的 我就说红海的部分 看到185到185.5 全数用市价获利出场 昨天11点44分 那我带你买的 我在最高点附近都收割了 而且说真的最近也没什么股票 没什么股票 我在等地点买 那目前库存买最多的就是谁 就匪城嘛 三胞胎嘛 为什么叫三胞胎 因为他的代号叫3313嘛 三胞胎它拍优秀嘛 所以让你多等了几天 那多等我就看 低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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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重压 每一个人到抱了满手的三胞胎啊 今天怎么走 今天三胞胎的Kitting板 掌停板啊 掌停板啊 今天怎么盘 今天跌200点耶 一伟 今天跌200点耶 各位朋友们 你看但是今天我们是掌停板的 三胞胎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我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在5月20号 还公开跟你分享这档叫匪城 但我不能讲它叫三胞胎啊 但是我为了让你验证 我一定要先让你 稍微闪一下让你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我只讲一天 那么匪城 这样知道意思了 好 所以呢 在目前的位置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手中持股比较多的 要特别小心 需要协助来找晏荣 那当然也不是说世界末日 台积电正好收在支撑区啦 那支撑区 但是正好在支撑区附近 它不见得是支撑 关键在明天 所以多头的最后防线呢 台积电的多头最后防线 在今天 在明天早上7点钟的赖会讲 你有加赖进来 留2330加1的 你会系统会设定 你会看得到 好 鸿海也是正好 为什么我出鸿海 因为这个啊 昨天就跟你讲了 我说它是小目标的多空分界点 所以我昨天就收割了 昨天就收割了 你看 股价在长红的时候收割股票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只有燕龙老师办得到 因为我有A指标 A指标告诉我们说 这相对高点 所以要小心保守 那小心使得万年船 那至少我在前面 106买的140出太早 那我这一次又把它扳回一层 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成就感 会员不一定要收很多 但是我能够打败我自己 我能够说到做到 这个才是最大成就感的来源 所以鸿海出掉了 那鸿海其实小目标是在这里 但还有一个大目标 但是短线上的多头的防线 关键在明天 你加赖进来留2317加1的 明天早上7点钟 赖就会告诉你 鸿海短线的多头防线在哪里 守不住的 快点开始特劳 开始住套房了 要注意一下 好 那当然目前最重点是 大盘虽然是整理 但是很多股票慢慢轮上来 我跟大家谈的 像昨天跟大家谈的 我们新追踪的是同伯基板 还有细光子概念股 那这些都是我们新追踪的 还有今天有一个族群 它叫做IP族群安国 安国今天是拉涨停板的 安国为什么会拉涨停 因为其实前面 其实本身就有成功形态 这叫低位阶 这跟大家谈很多次了 这都不用再说了 好不好 所以那安国的部分 其实它就算大盘在跌 它其实也是会有买点 想知道安国买点的朋友们 现在加赖进来 那么明年早上 那么我就告诉你 这安国的买点在哪里 你加赖进来留言 8054加1 8054加1 好 新兴航运它是散装族群 散装族群就是运送 像古物矿石 那么就像这化学品 这些就是散装族群 那其实大部分人都告诉你说 这个货柜轮比较好 但我觉得货柜轮 其实比它相对高位阶 我们来看一看 好2603 长荣海运 有没有高位阶 其实昨天长荣 其实上引性就接近前高嘛 对不对 还有呢2609 阳明海运 阳明海运这个要整理 整理一段时间才有行情 因为距离高点太近 那2615的万海 有没有A指标数据 就是拉到前高了嘛 你看到了嘛 这个我都不用再多说了 你觉得这有空间吗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像后面 这一段一个上涨 你看后面这一段的上涨 有没有 这段的上涨 是不是因为A指标数据 有创新高 所以你要去复制 A指标数据 现在才创新高的股票 是谁 比如说像这一个 新兴航运 有没有 所以新兴航运 今天上涨线没有错 但是你要去留意 下一个买点 是不是等同类似 这个概念 有没有 这个地方旺海创新高 后面再攻嘛 但我们希望整理一下 比较好一点 好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这个2605的新兴航运 买点的朋友们 好 我想这边的话呢 可以加赖进来 留言2605加1 2605加1来关注一下 散庄的族群 好 那其实股市当中 最重点是找到成功的 逻辑概念 第一时间先来跟着吃鱼 那接着呢 从跟单的过程当中 来学习 一只钓竿 把这个钓竿带回家 你不但自己赚钱 你还可以传给家人 好不好 所以你看这一次 我在4月22号 22块 22块 所提醒的这个昆盈 今天来到39.6 插一栋子 这里不干脆 没有涨停板 其实昨天我在非凡节目 还有我在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也告诉你 我说昆盈可以再看两天 关键在荣卷余额 那我说今天会下引线 今天没有下引线 这个下引线 今天晚上注意一下 如果是荣卷余额回补 来拱这个下引线的 如果是阻力 他一定拉涨停 今天没有涨停 差一天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荣卷户回补 来留下引线的 我告诉你 明天他可能会再补 所以明天会再拉高 但是补完之后 那谁来晚餐 已经没有买盘进来的 他会留上引线 这个行情就结束了 大家把这些看看 叶老师这样讲 对不对 好那重点的部分 那么是这个逊州 逊州本尊拉80% 那么网通设备厂 那么亚太地区将是 今年是快速成长 那今年WiFi期 那么是蓬勃发展 那网通设备股 你看我跟你讲的 这个亚细第二的 8089的这一个 8089的叫什么名字 康全 康全跟逊州什么关系 逊州 先看康全怎么长的 8089康全 康全 昨天来到109.5了 我在什么地方 开始送给你 我在这个地方带你买的 大概是50出头 我记得是50 好像是53还是55 今天来讲 这两天来讲也翻倍了 也翻倍了 是不是 那康全翻倍了 谁得利 渔翁得利 谁是渔翁 就是逊州 逊州为什么渔翁得利 因为逊州拥有康全 34%的股权 成本非常低 我如果没有记错 可能才十几块而已 十几块 现在是一百零级 当然就是像这个房子 大涨了 也没有要卖 卖了就没地方住 没有要处分的话 可能还没有实责的效用 但至少它是一个题材性 对不对 所以这边逊州 为什么涨这么多 其实这早就已经分析过了 这早就已经早就已经在分析康全的时候 就已经分析过逊州了 那逊州涨了八成上来 对不对 那逊州第二才是重点 好逊州第二才是重点 好 所以粉丝的福利来了 粉丝的福利就是逊州第二 如果你错过了所罗门 错过了尼德克超纵 连续涨12个涨停 错过了昆盈连续涨了90涨停 富力一倍的 错过了逊州的本尊拉70% 80%上来的 今天这一档你千万不要错过 尤其今天大盘你看 跌下来我的三胞胎的斐城 已经两天两个长红涨停了 一百万你减减二十万 这些都在你的眼前晃过去擦身而过 我一档一档都会邀请 只是你不相信 你认为燕容人为言轻 你就不相信 我们不要说金庙去信 我早点不是信 我如果是信 你就觉得我是神经病 因为我A指标经常买最低附近 卖最高附近 这两天的达星财 这两天的红海 我讲我卖最高附近 你说我是神经病 但是我真的是神经病吗 你自己去评估一下 我也不能讲我是神 我只能说 我几乎常常会命中最低跟最高附近 好不好 所以这一次如果你错过了 上述我谈到了一些这么好的机会的 逊州第二今天最后机会 逊州第二今天最后机会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那这个机会是属于谁的 你要自己操作吗 可以啊 加赖小老鼠小A178进来 小老鼠小A178进来 加赖进来留言128加1 128加1来做一个索取 好6月份是补展股的天下 好6月份的一个定调就是如此 跟5月份不一样 5月份老师随便设飞标 大部分的老师都能带你赚钱 赚多赚少而已 至少不会吃到本 但是6月份 你再给你看看 你看你会不会请家荡餐 你一定要跟对人才有 你要跟对补展股 补展股的定调就是第一位接码 第一位接码 那燕隆老师每一档股票 不管在4月份5月份哪个月份 我都是第一位接 第一位接买以后 你看今天的三胞胎 3313的斐城 第二支长虹涨停的 有没有 所以第一时间就是像上泉 像佳能像昆颖一样 一旦发动 就是先三个长虹涨停 你看昆颖一发动 七支涨停板 谁家有 就A指标家族才有 所以迅州第二多么珍贵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他珍贵的原因是 他是我在6月份 打头阵的第一档代表座 打头阵的第一档代表座 早点不能落下 速度要快 而且幅度要大 所以今天让你低迈 重压长不停的迅州第二 务必第一时间带回家 如何带回家呢 欢迎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想要自己操作的 你就留言128加1 想要燕隆老师带你操作的 记得小老鼠小A178 那么刷QR扣进来也可以留言128加电话 或者是128加Line ID来跟上 好那我想大盘的部分 那么当然包括在00940 还记得我昨天说不能追高吗 今天果然拉回来了 但是00940 才上市没有几天 但是能够命中走势的 其实应该很少 但是燕隆命中的4月22号 9.3预告买点 结果涨到差不多 快要10块钱上来 差不多一个月就让你赚 差不多7% 你做ETF你跟别人做ETF 可能顶多一年 或者你自己存股顶多一年 赚10% 我在4月22号跟你预告的00940的买点 ETF一个月拉了7%上来 所以你说老师 那这个ETF00940怎么操作 小心明天9.9站不上去 会有更大的跌幅 但是下跌就是找买点 下跌就是更棒的机会 00940下一个要大幅度拉抬的买点在哪里 有兴趣的你现在加赖进来 那么留言940加1我会跟你分享 那当然最大的亮点就是940的最标成分股 有40%空间的这一档 A指标数据0.29 那外资也有买 买了1万多张 买了1万多张 那如果你希望做教的 领先在其他的外资投信法人 自营商之前买进的 你现在加赖进来留言940加2 就可以来做一个跟单的动作 好不好 这是粉丝的福利 那么像这种法人的股票 就像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 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929 那这个929 我当时的分享大概邀请了5次 结果929就是这一个2353的宏击 果然大标了 所以这一次也一定会狂标 把握这个机会 940的最标股 940的最标股 法人的股票就是特色就是怎样 你可以真的可以买到低点 要跟我才有 那买到低点 然后呢可以买得多 那睡觉睡得安心 吃饭也吃得下 这才是玩股票嘛 那如果你现在报错股票 接下来这个月 我敢保证你一定买股票完 你一定买股票完 这样说的意思 你应该很清楚 手上有股票的 真的要提高警戒 报错 报对之间差很多 那你想要这档00940 有48空间的股票的朋友们 那么大家不用客气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留言940加2 来做一个索取就可以 好 红准的部分 明天也是关键点 我在5月15号 做预告的60块 已经涨到76.9的 今天这个一看就知道 有一个小突破嘛 但是还没有突破的很强势 那 到底明天后天 会长红还是长黑 关键在明天的这个关键价 有兴趣想了解的 可以加赖留言2354加1 来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那我就会跟你分享 这个关键价位 明天早上7点钟 那我也说过了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 就算大盘在拉回 那我们下底早买点 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要买 我们关注追踪像这个IP 像这个铜箔基板 像细光子概念股 那么当然在铜箔基板 股王就是台光店嘛 你如果有资金 你口袋过深就慢慢买嘛 那如果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到底在哪里买 那买在刀口上最合适嘛 刀口价在哪里 马上发动的价位 叫刀口上的价钱嘛 就是我们这条钱 要把它用在 有效果 最有效率的地方 叫刀口上 就这个意思 那有兴趣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2383加1 好 那联帽也是铜箔基板 一样有成功形态 那这个股票的话呢 如果你想了解 连帽的这个买点的 也可以留言 加赖进来留言 6213加1 好那细光子就是联雅 3081的联雅 他是转机题材啦 转机题材 成功形态 都有 第一位接嘛 那成功形态 转机就像上全 当时在低点 还没有涨一倍之前 也是这样啊 那你不敢买啊 所以你一定要跟 燕荣老师的价钱 所以有兴趣想了解的 可以留言 3081加1 3081加1 好那最重点就是这个 3047的迅州第二啊 迅州第二啊 六月份的补涨股的天下 迅州第二目标70% 一定是他的节奏 像这个上全 像佳能 像昆颖一样 第一时间买进的时候呢 就像我今天的这个 3313的匪城啊 好那么就是这个三胞胎啊 好3313的匪城三胞胎啊 那当然我今天要来再补充 强调一下这个匪城的部分 我要感恩回馈啊 感恩回馈 你看霸盘今天中错200点 我的匪城是涨停板的 为什么叫上全第二 三胞胎叫做匪城呢 5月20号我也跟你预告过了 因为我总要验证一下嘛 让你知道真的是 我有讲过这个股票嘛 所以5月20号的YT影片 有匪城嘛 那为什么匪城叫三胞胎 因为他的代号叫3313嘛 有三个三嘛 三个三嘛 三胞胎比较优势 让你够等整天了 但是够等的过程里面 我们买越多 变成重压这档股票 每个会员都赚得薄薄薄的 赚得薄薄薄的 所以我感恩回馈 还没有加赖的朋友们 注意听了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 注意听了 今天开放200个名额 加赖进来留贴图 那我系统会设定 有留贴图的 我会设定 这200个幸运额 你有留贴图的 明天早上7点钟 你会得到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在收盘的时候 有机会长虹涨停板 它可以弥补你在最近没有赚到钱 可以改变一下心情 口袋的重量可能也会增加 但是你没有我的引导 你也不敢买 但是至少你的心情会比较不一样 至少会快乐一天 好不好 那当然你跟着我做的话 你会常常感到很快乐的氛围 你的身体会很健康 好不好 这就是重点 记得200个名额 现在加赖进来留贴图的 明天早上这200个幸运额 7点钟左右 我的系统会传给你 哪一档股票它会长虹涨停 我会给你做记货 这样知道意思 好 那所以重点的部分 今天逊周第二的话 如果你想自己操作的 你就加赖进来 那么留言128加1 那如果想要跟着我 让我带你操作的 留言128加电话 或128加上赖ID 好 那么一定是低买 重压涨不停 第一时间一旦发动 就会连续的长虹 就像上泉 佳能 昆盈 连续涨三个长虹涨停 昆盈最经典 已经涨七只涨停了 那我的斐城三胞胎 现在进行式 已经是第二只长虹涨停了 所以呢 是涨不停的股票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 小老鼠小A178进来 留言128加上电话 或者是128加赖ID 来跟上燕容的行列 好 那么也欢迎大家订阅影片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边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补投资风险